大家好,我是Dan 在昨天播放的韩国综艺节目《拿婚家三大众》中 因为播放了歌手3D与模仿IU声音的人的通话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昨天在节目里播放了 3D看了IU主演的电视剧 《拿亚这些后感动流泪的样子》 之后3D拿起手机与一个人通话 对方的声音各IU一模一样 因为以为是与IU的通话 其他主演者们都惊讶地感叹 哇,是IU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结束了《拿婚家三大》的第一部 进入了广告 当然看到这里的观众们都以为那个人就是IU 但是在几分钟的广告后开始的第二部 节目才公开了那个使用IU声音的人士 在著名语音的CNS 克勒帕斯上 以模仿IU而有名的一般人 而当天在节目中除了IU之外 3D也与模仿Chai Jun Siri的人通话了 在节目结束后 就有很多网友们粉丝们纷纷到电台官网留言指责 而因为抗议指责的人实在太多 制作组也将这段通话片段给删掉了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认为 节目中已经指出了那些人是模仿者 而其他被模仿的Chai Jun 犀利的粉丝们 犀利就算了 他们的粉丝们都不会觉得怎么样 不就是IU的粉丝们反应过度 真的是这样吗 在一个叫做Klovehouse的语音NCNS的干火不久开始 这个人就将用户名做成奇恩 奇恩的一级歌 头像也使用了IU的照片 但是没有标注自己是模仿者 假装自己是IU 因为模仿的声音极度相似 所以误以为是真的IU的网友们粉丝们都去追踪了他 甚至连艺人们也去追踪了这位假IU 不仅仅是这样 这位模仿者还假装是IU与粉丝们聊天 还清唱了IU的歌曲 之后IU的韩国粉丝们就要求他能不能改一下账户名 而他虽然有改过几次账号 但是他说他的本名也叫奇恩 所以不能放弃奇恩这个名字 然后头像也是继续用IU的照片 之后因为追踪书越来越下滑 最近才在头像上加了一个卡字 用户名换成了IU 所以对于粉丝们来说 这位模仿IU的人本来就已经没有好感了 而Narongjata的制作组 却在节目播放前公开的预告影片中 也是预告了三点个IU的通话 在节目第一部广告前为止 一直都是利用IU模仿者来吸引观众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因为有事情只看第一部后就出门了 如果没看新闻的话 还以为是真的IU了 他本来就是很有名的冒充犯 因为追踪变少 所以才逼不得已承认自己是冒牌 假装IU语音直播唱歌 不知情的路人会以为IU开了直播 也能看到IU清唱实力不怎么样的留言 我被折磨了一年多 所以很清楚 不要把粉丝们当成是反应过度 每次在搜索的时候 就会出现假IU的消息 IU没说过的话也被搜到 真的很生气 IU粉丝们加油 最傻眼的是 决定这一切后播放的制作人 真的IU看到的话 应该也会很荒唐的 但是也有韩国网友表示 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承认是冒牌了 而且还是以冒牌出演了节目 真搞不懂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脑王家3》的播放IU声音模仿者的片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舞台服装只穿裤子的新人女团 这个女团就是 Weekly Weekly从出道到现在 除了颁奖经理跟cover舞台之外 几乎所有打个舞台都是穿了裤子 Tag me hello 几个几个 After School 所以大家觉得 女团舞台服装只穿裤子 就是不穿裙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和大家看 在订阅下的视频 1个月 1个月 3个月 1个月 2个月 2个月 1个月 2个月 2个月 1个月 2个月 3个月 2个月 2个月 1个月